接下来第一个要教的叫做聚乙烯跟聚氯乙烯 你看中文就知道聚乙烯谁做的 乙烯聚合 聚乙烯谁做的 绿乙烯聚合 但是聚乙烯就不用管它了 所以聚乙烯叫俗称叫PE 它的俗称你要会 有人会写你要知道 PE叫聚乙烯 聚乙叫PVC 聚合绿乙烯聚合成的 好 他们都是炼状构造 所以他们都是热素性的聚合物 他们都是炼状构造 所以都是热素性的聚合物 好 然后呢这个聚乙烯不溶于 大部分有聚容器 也不受派药品的侵蚀 可以来做塑胶带保鲜膜 PE保鲜膜什么之类的 OK 然后呢 绿乙烯不导电 然后耐酸耐油 然后呢可以因为添加物质 有不同的性质 其实呢可以做一些雨衣啊玩具啊 电线包覆材料 可是还有个问题 就是它不耐高温 高温的时候会产生氯化氫 氯化氫有毒 所以原则上你不可以用 PEV聚氯引烯去把它做成那种需要装食品之类的东西 因为那个会造成伤害 我们通常如果一定要做 比如说拿装水好了 装的装矿泉水 一定要装矿泉水 不要装矿泉水 食品级的 食品级的 它不会吸 它不会 它会释出氯化氫那种才可以 可是它会有毒 所以教师问你 这玩意有什么问题 会释出有毒的氯化氫 然后呢 所以它不适合来做包装食物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OK 好 叫做聚乙烯跟聚率乙烯 下一条保绿龙 就是PS聚本乙烯 就是本乙烯做的 知道本乙烯你也不用管了 它也是炼状的 它也是炼状的 所以它也是热素性聚合物 热素性聚合物 保绿龙 还有PS 这个PS比较少人讲 少人问 刚刚那个PE跟PVC会有人弄 这个比较少人会这样提 然后呢 它这是旧客本有名试的 旧客本有名试 新客本比较没有名试 就是说它溶于丙铜 溶于乙酸乙脂 但不溶于酒精 不溶于酒精 然后它可以耐酸耐减 然后可以做成包装材料 做隔热嘛 它发泡 怀疑人会发泡 然后就会 共用很多空气 然后所以就可以拿隔热的效果 热热效果 然后不耐高温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有用保力龙切割器 有没有 可以把它割开 热热把它割开 所以它都知道 所以不适合让它做高热物质 然后微波炉加热 这个人会烤啊 这个人就烤这个 就是说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他什么玩意儿 因为它不耐高热 所以要知道它是保力龙 是怎么样 OK 所以 可知道一下 OK 变 变状 热素性 聚合物 再来就是耐轮 耐轮就俗之叫尼龙 这是人类最早的合成纤维 这件事又会问 人类最早杜邦东斯的发明 人类最早的合成纤维 然后呢 当时就觉得像丝一样 人造丝啊什么之类的 OK 最早应用的合成纤维 叫做耐轮 尼龙 尼龙 OK 然后呢 不容易着火 软化 融化 硬化 光泽 像生丝 所以一出来都叫做人造丝 然后呢 感觉还很好用 还有它的缺点 一开始出来这种东西 比较不会稀罕 比较不会稀罕 不会透气 不会透气 OK 耐轮 尼龙 好 所以现在可以做这些东西 看一下就好 用读把它看一看 共典式会问你 人类最早使用的合成纤维是谁 耐轮 尼龙 要把它背起来 就可以了 这就是跟各位简单的介绍 几个常用的塑胶类的东西 他们 我们这边从锯粒 锯锯 开始都是 所谓的链状构造 都是所谓的热素性聚合物 我们只交了一个热固剂是谁 尿素 甲醛 素脂 其他都是热素性的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到 πε صل了 看好了 我们下个人 mov'd 给大家看